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23号农历7月26 那各位看今天我们老规矩还是在Hox Center 只是为什么今天会选一个压电的广告旁边呢 好,我来告诉你今天因为是农历的储鼠节气 有朋友说什么是储鼠节气 我告诉你,储鼠的储很重要 储鼠节气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 那到了储鼠这一天,人们就开始跟夏天要说再见了 那有朋友说那不还是在储吗 对呀,这个储实际上还有好几种不同的讲法 那我们知道中国的发音是有四声阴阳上去要分明 那有朋友讲储鼠就是初鼠 选了出去的初是第一声 那这个说法其实是不对的 那还有朋友说是储鼠 就是储去的储,储号的储 把夏天都去储了 那这种说法用了第二声其实也不对 真正的说法是储鼠 第三声有一个上下的转折 那也有朋友讲 那既然是储鼠 你这个字为什么用的是储长的储或者处理的储,相处的储 这个字不是第四声吗 对,这个字也更应该在更多的场合念成储 我们知道中国的文字国大精深 那阴阳上去要分明就是很重要 我们频道一直是一个推广中华文化传统的一个频道 那我们知道在现在的中华传统是以普通话作为基础 那普通话的推广就有这么一个口诀 叫学好身韵变四声,阴阳上去要分明 当然后面还有资责早在声啊 发音资责早在声 擦音资责早在声 送气唱,查彩产车声 还有很多 以前是可以朗朗上口背的 但现在有点差 那今天为什么我选择在这个鸭店的门口 好像还没有说到 我给各位看啊 这是我们今天买的一碗鸭肉的那个火条 一个鸭腿 蛮贵的 六块八毛钱 还加了一粒鸡蛋又加八毛钱 这是两粒生梨 还有一杯带酸梅的酸干水 今天花了不少钱 那我们一个个讲 因为在差不多楚楚这个节气 就算跟夏天说再见了 然后就进入了秋天 那秋天是一个销色的 树沙的一个气节 然后鼠精 那么怎么样去跟鼠精的这个秋气去相平衡 这个时候就需要吃一些鼠阴的植物 而这个时候不管是鸭肉梨 还是酸干水 都是滋阴都是润肺的 那么这个当中就可以帮助人体更好的去做平衡 我们知道中国很多传统的小说或者连续剧 大家都看到秋后问斩的说法 也就是到了秋天才可以去杀人 因为这个时候是精气最重的时候 那么恰恰在这么一个精气最重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吃一点鼠阴的东西 那在传统的中国北京有烤鸭 南京有桂花的盐水鸭 苏州有八宝鸭 到了杭州有老鸭汤 到了广东那边有烧鹅仔烧鸭仔 然后到了台湾有姜母鸭 那么福建那边也有他们的鸭 那个到内地也有什么张树鸭很多 我也说不完那么多 那你会发现只要是有水的地方 那就会养鸭子 其实鸭子会比鸡稍微难养一点 记得我小的时候去乡下农村乡下爷爷奶奶那边 他们也是鸡养鸭子 我记得鸡只要在家里附近 他们自己会去跑 但是鸭子就不一样 还要去把它放到附近的小河里 让它去游水 鸭子是天然会游水的 然后同样的道理 好像老人也说鸭蛋会更金贵一点 鸭蛋是要留下来去腌那个咸鸭蛋 咸鸭蛋才会有很多黄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那么一般养鸭子就是要养到差不多入秋了 才可以吃 那中国传统还有说 吃了这个入秋的这个鸭子 一年都不愁 然后有些地方的传统是 一家人做完鸭子以后 先要给左邻右舍去分一点 然后剩下的才可以全家在一起去分享 那这些传统的文化在新加坡 其实也是有很多 我们知道在新加坡各个档口都会有买很多跟鸭有关的 或者是烧鸭或者是这个卤鸭 都是生意蛮好 所以今天就选了这么一间百年老店 在这里特别声明我们没有拿过一毛钱的广告 我们只是想跟各位分享这个节气应该要吃鸭子 OK 那这两颗库尔勒的香梨是怎么回事了 对 这个节气最好的水果就不是吃西瓜了 我们说上一个节气要啃秋要贴秋标 那到了这个节气 除鼠第三生 除鼠第三生 所以到除鼠节气的时候 要相对更偏阴柔的一些食物 而这个香梨就是最好的 那么香梨也是可以帮我们在这个夏天要结束的时候 秋天要来的时候滋润我们的肺 可以让我们更怎么说 更调和一些 那各位知道 以前我每天早上是一杯Cobio Corso 但今天换了 这一杯酸干水很贵的两块钱 Cobio Corso加冰好像才一块五啊 一块几毛钱 但这也是这个节气很重要的 因为今天的酸干水不仅有酸干 还有化煤 那么这个混合起来就是算代替了那个酸煤汤了 因为没有找到酸煤汤 其实这个节气吃酸煤汤也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知道到了除鼠节气 接下来差不多也就算过完了整个夏天的三复天 好像今天已经是末幅的第九天吧 要过完了三复天 然后中元节的拜拜也快结束了 今天已经7月26 那也没有几天了 那这些都过去以后 接下来如果是农人的话 那你就要到最忙的季节了 我们讲秋收秋重三抢都是在这个季节 我想进口前的你或许有在农村生活的经验 或许曾经在农村至少是到过吧 或者你的先辈是我想我们进口前在新加坡 或者在上海在山东你忘前数两三代多少都还是中过地的 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抢收抢中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所以差不多今天是这个除鼠节气 各位特别要开始准备养足精力 我们知道在这个节气早晚会有一点点凉 你就要睡觉的时候盖多一点 然后日中心还是特别热 但又不那么出汗了 又不像最热的那些大热天这样子 那么在日中心的时候 又还是要对自己多一点保护 喝水 除了喝白水以外也要喝酸梅汤 然后最好中午可以稍微小小的午睡 十分钟十五分钟 这些都是蛮好的 那过完除鼠节气再有十多天就是白鹿了 那白鹿节气就算整个大热天就彻底结束了 所以在这个夏秋之交 我们要注意我们身体的很多的这种褒奖的这些 那讲到这个交其实2022年也是一个交 我们知道到2024年就是中华传统的夏园九孕 离火孕的开始 那我们现在还是在八孕 八孕的时候房地产各方面都发展的比较好 但到九孕以后就是火孕了 那土孕的东西就过去 那房地产就不一定那么好 所以各位买房子做资产的投资 也一定要胜之又胜 当然 灵火九孕也会有很多很好的内容 比方说文化 比方说创意 如果各位有兴趣 也是在互联网或者在创意的领域有一点设想 你可以跟我们留言 跟我们互动 我想我们可以一起读书 一起讲文化 在新加坡可以去弘扬中华的传统文化 但我们也尽可能的去向西方学习它最好最优秀的那些东西 新加坡本身就是一个融会贯通 然后在东西方可以很好的沟通 可以兼容变序的地方 那今天是除蜀节气 再记得一遍 是第三生 除蜀节气 所以希望有智慧把我所知道的这些 跟各位做一个分享 这里是心体之道 我们与您在新加坡弘扬中华的传统文化 谢谢 再见